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伍中成 今天是2018年4月13号星期五 Black Flag Day 我先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这个跟海军有关 我刚刚吹的是派谱 海军特有的这个乐器 讯号的这个耗笛 因为这边是海军 说国仅存的眷村 剩下一个人了 剩下我一个人 那个我 我讲一个大概在20多年前吧 20多年前的一个新闻 一个非常震撼的新闻 对于这个军人来讲 尤其对海军来讲 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新闻 那个新闻是这样写的 美国海军总司令 听得清楚是总司令 一个上将 这个上将的名字我忘了 那个他是不知道是三星还是四星上将 这个人的背景非常特殊 他是从水兵干起的 从水兵干的二等兵一等兵 然后在下士中士上士 然后在这个少位开始 少位中位上位 少校中校上校 然后少将 中将上将 当了总司令 哎这不容易啊 这样子的一个人啊 真的是从基层干起太不容易了 可是因为他在一个出席 一个公众场合的时候 海军的军服很漂亮嘛 白色军服 然后最最漂亮的是他这边那一排那个薰奖章 五颜六色薰奖章 我们大家都看到那些将领的带的薰奖章 我们都不会仔细看他到底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可是这位总司令 海军总司令 美国的海军总司令他出席一个一个公开场合的时候他穿着那个美国有个小报的记者把他的照片拍了现场拍的照片之后把他放大来辨认那些薰奖章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哪一个是哪一个 因为所有的薰奖章薰奖章就是你有一个事工嘛 你做了某一件事情 比如说打仗或者怎么怎么样 那另外还有一个奖章 奖章是可能你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伟大的事情 而是因为你的服役的时间很长 比如说像先父有30年在海军 先父有10年在国防部 这一类的人他都会有一个奖章 不然没几年就会有一个 那这种东西奖章这东西对我来讲是 像比如说以我来讲的话 我当兵 所以我也没有 我没有薰奖章 我只有这个 我了不起就是这些金牌银牌这些东西是在以前在眷属的时候 这边有两块是眷属的时候得到的 那个16、17岁的时候得到 那其他都是当兵的时候 当然独一还去认为 现在早就没有了 这也不是匕首之争 而是一种纪念 因为他对我是有意义的 那有一句话讲说 荣誉是军人的第二生命 荣誉责任国家 这个是全世界的军人 都是这个三个信条 后来那个那个美国的小报的记者把那个照片放大之后 他仔细去编认这些这些薰奖章之后发现其中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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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奖章一个新章弄在他的这个新章的这个列里面 就这一点点这个事情 他就把他宣 就是把他宣扬出来在报纸上攻击这个人说这个这个军军荣誉是军人的第二生命 就像说这些金牌银牌如果不是我得的我挂的我应该觉得很羞耻 我应该是应该去自己是进去 我怎么会那么丢脸带人家的金牌这样 所以我也不收集人家的军奖章 因为那跟我没有关系 只有这些东西是我刘姐刘汉刘泪得来的 这些对我才有意义 同样的那些薰奖章的是什么 尤其薰奖是打仗有战功才得到 他不劳而获得到 就把一个薰奖就这样挂在那里 他怎么来的那不问 可是那个小报就这样就把这个事情宣扬 宣扬的时候就当然军人就会注意看嘛 因为他会追索到他的经历嘛 所有的军工的档案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意义 我曾经介绍介绍的项目 他退役的时候就有做那个明细出来 每一个委任状啊什么 他都有非常明细的都保留 到我现在都保留着 保留着他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他们的生命 就是靠这样一点一滴的书写出来的 同样的这位上将海军总司令 他也是这样子啊 只是那个新章不是他的 当时人家就攻击他的时候 他觉得百口莫辩 结果他下面一个动作让人惊事害俗 他居然引弹致敬 拿着他的那个手枪啊 因为他上将啊 所以要要拿到弹药很容易的 引弹致敬啊 很多军人自杀都是用枪啊 直接直接对着自己的口腔里面啊 对着脑的部分发射 一枪一定逼命 据说海军以前有一个总司令 也是这样子 也是这样结束生命 因为他太太卖官 后来他好像当了什么 不是海军总司令 而是参谋总长 还是什么东西忘了 但他以前当过海军总司令 什么人我们就不要讲 那我从那个例子里面 我就发现到 一个一个现象 就是说荣誉是军人的第二生命 难道荣誉不是任何一个国民所需要的吗 如果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这个我们以前曾经在中学的时候 蒋宗在那个时代 他有提了孝训啊 什么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那军中又有什么是 好汉中的好汉 那个英雄中的英雄 都要标榜这些东西 OK好 一个总司令 很不容易的从一个小兵干到一个上将 结果最后引弹致敬 就为了那一个勋章 他一定尝试毁清 他干嘛要扁一个不是他的勋章呢 那如果他说别错了 那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这个这是整排的 拿这个东西像一个板子一样 他弄到一个板子上之后 直接把它弄在这个胸前的 所以他一定是每一个勋章 要擦亮你的勋章 就像我这个奖牌一样 我常常要挂水 人家很嫌烦恼 不用烦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累积起来的 从小就练游泳 练到十六七岁的时候 有一点成果 得了一个区域性的奖牌 然后当兵的时候 也因为这个砖堂 也就是这个样子 就得了这些东西 那之后当完兵之后 这些东西通通可以数字高 可以丢到垃圾枪去 也可以 但问题是 那是我的经验 就同样的 勋章章你退役以后 一点意义都没有 一点价值都没有 你死了之后也没有价值 所以他的有限的价值 就在你生前的荣耀 可是那个人 他一个勋章就把他送命 好OK 我们现在把话转回来 我女儿说 老爸 你每次一录影的时候 都穿那个衣服 是不是没洗啊 怎么不换一件 其实他一直都没有搞清楚 是因为这件是黑色的 黑色的比较嫌 我身材比较瘦 比较苗条 不会显得肥 他是因为收缩的关系 然后再来就是 我这边有一个飞行蚱 这也是我用生命 去录出来的一个道理 同样的 我这背后有一个 这么大的杯子 我这个衣服 既不买也不送 能够穿这个衣服的人 一定是我的学生 绝对是我的学生 他敢穿这个衣服 就表示怎么样 他飞过 这跟那个 闪兵的闪张 跟蛙人的那个 蛙人的那个心张 跟那个 受过某种特殊训练的 那种 胸张 是一样的道理 只是我 我这个不是硬质的 我就是一个T恤 这个T恤 你得不到的 因为这个字 是我的老师 书法老师 临盛中一顾 他已经去世了 他写的 当然 我也找了很多名家写 但是最后 我还是用他的 因为他写这个的时候 他在围裙状态写的 他喝了酒之后 那个跟张旭 槐树一样 特别有灵感 我是因为用这样子的关系 我才用了他的这个稿 飞行禅 那其实我女儿 他不了解的是说 这件衣服就是 三年得两句 一银泪双锤 这个飞行禅三个字 是我用生命换来的 我在自空飞行 四个多小时 注意没有动力的 在空中飞了四个多小时 我飞到1500公尺高度 1500 注意 那我的徒手潜泳 曾经下水到 在底下一口气 壁气潜水 75公尺 75公尺 那这些东西 我这个都写着了 那个这些都是 我少年十五二十四 以前可以达到的 抱虎平和的年龄 可以达到的 现在当然可能 可能这个飞行 是要靠天时地利人和了 那如果潜水的话 那需要再锻炼 久久没练的话 可能就一直递减 但是Anyway 这些东西都是 记录我以前的经验 就像那个薰奖章一样 今天跟各位分享就是 荣誉 是每一个国民的第二生命 没有荣誉 我宁死 希望大家以此之力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